第七十九集 赵司令也被赵婷如气得脸色通红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咬牙道 不管他为赵家做了什么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他是我们赵家的不是仇人 是不是仇人 赵婷如摇了摇头 脸色满是心酸的笑容 他突然仰头朝天开始呐喊 脸色也变得出奇的坚定 我只能看到他轮廓分明的脸 和立体的身形 赵婷如的喊叫声 犹如平地响起的惊雷 仿佛自天边滚滚而来 起初还不大 不到十秒钟 我就觉得 这喊叫声不是惊雷 而是大型炸弹的爆破 我就站在爆破最核心的位置 这是我第二次感受赵婷如的呐喊声 一次比一次的惊人 我想 赵婷如使的是什么奇数 声势如此惊人 我难受的捂住耳朵 甚至在地上打滚 却丝毫不能减弱我耳中的滚滚雷声 我在这可怕的声音中 生不如死 我正处在折磨之中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 赵一平和他爸 跟被狗咬了似的 在黄草丛中疯狂翻滚 折断了许多茅草 嘴里跟着赵婷如的呐喊声 发出绝望的乌叶声 我在月光下 看到赵一平的眼睛 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可见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神志 我强迫自己稍微镇定一点 抬头朝赵婷如望去 只见雪白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 他英俊如玉的脸上 隐隐泛着光泽 在巨大的月光背阴面 我看到赵婷如露出雪白尖锐的牙齿 像一把把锐利的尖刀 就算此刻我再头疼 也明白 赵婷如原来已经化成了僵尸 可对比僵尸的特点 我又发现不像 因为僵尸是木讷的 没有感情和思想的 他有的只有一股活人的生气 可赵婷如不一样 他温文如雅 思路极有条理 逻辑性很强 举手投足之间灵活至极 根本就不像个呆板的僵尸 在惊雷般的尖叫声中 赵婷如带着黄仙 老胡抱着青铜顶 缓缓走出了赵家老宅 赵司令则一屁股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满额头都是狠 好像真就昏死过去似的 我心想 赵婷如用的到底是什么药法 怎么能连赵司令都被镇住呢 这座青铜谷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惹得这么多人觊觎 老弄堂由繁华街道变成一座死城 是否真是这座青铜顶在其中捣鬼 我想来想去 却找不到答案 赵婷如走后 我趁乱 引入了奇门遁阵的渡门之中 赵家三口恢复过来之后 见青铜顶已经失踪 赵婷如人也不见了 气得是垂胸顿足 赵司令气得胡子都歪了 把这儿子又好生 丑骂了一顿 才愤愤的离开 为了安全起见 我在渡门中一直呆到天亮才出来 期间呢 我一直疑惑一个问题 赵婷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似人非人 似僵尸又非僵尸 根本没办法判断他的真实身份 再说 他肩上那只极端讨人厌的黄仙 也给人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老太爷的大徒弟 胡振林 一再强调黄仙的古怪 以及他和青铜顶的关系 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这种畜生修炼成仙 为人托梦并不是特别难 难就难在他能点出谁谁谁 什么时候死 被点名的人还真死了 这就有些违背常理了 我想跟渡门地标胡振林聊聊 一抬头就发现他身上正血流如注 比刚被赵廷如的呐喊声所震受到的伤害更大 浑身的血就跟喷泉似的往外冒 这可把我吓坏了 我想鬼魂不至于会流血呀 还这么流起血来 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 老胡 你什么情况 还能不能说话了 胡振林目愣愣的 我推了推他 他便跟灰堆起来似的 一阵风吹过来 他的身体变得越发虚弱 渐渐的就消散在空中了 胡振林就这么魂飞魄散 看着他的魂魄变淡散去 我心里突然憋着一股巨大的悲伤和愤怒 我想大喊 想大叫 想诅咒这血腥可怕的世界 想怒问苍天 胡振林这么老实实在的人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生被赵家人活过 死了被震在奇门遁阵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现在竟然又被赵婷如震得魂飞魄散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这样生生死死的折磨他 我愤怒 绝望 怒吼 我用尽我所能用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 可是发泄之后 内心深处只剩下空洞的绝望和不安 我跟胡振林认识不到几个小时 说的话不超过五十句 按理说并不存在交情 可是他的悲惨命运深深的震撼了我 我想到这些日子 我遇到的许多冤魂和活人 他们或自己或祖辈与赵家发生交集 却个个难有善终 死法之惨 让人不忍之事 我身为赵家草菅人命的行为 感到绝望和愤怒 这种愤怒 是人的良知 可惜赵家人 没人能有 所以他们弥足深陷 却以此为荣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一个人走出了赵家老宅 尽管弄趟老街 已经被阳光照亮 走在街道上 我依旧阴森森的感到背后发凉 路过拐角 住家老太太的老屋的时候 我特意多看了一眼 二楼朱娜娜的房间窗户还开着 我想 是上次我忘了关上了 想起朱娜娜青春薄发的样子 和惨死的模样 我心里一阵悲凉 对赵家的仇恨变得越发的深 出了弄探口 学校已经陆续有许多学生来上学了 有人看到我从弄堂里走出来 无不露出惊悚的表情 我就当没看见 一个人离开学校 打了个低事回到老曾家 老曾正坐在沙发上抽烟发呆呢 餐桌上摆着老曾熬的粥 和下去买的油条馒头 地上的蜡烛火盆 纸钱灰烬都消失不见了 地板被擦得干干净净的 连一片乌痕都没有 想来啊 是老曾早上醒来看到客厅一片狼藉 自己来收拾打理的 我在老曾身边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 我说 不想问我点什么吗 老曾笑了笑 说道 你想说的时候肯定会告诉我 如果不想说 我问也是白问 你说对不对 我整晚的烦满心情 被老曾的这句话给逗笑了 这老头有时候啊 总是喜欢拽折理 看着非常搞笑 我就把昨晚见到的老胡 半夜焚烧纸钱喂食黄仙 一路追踪到老龙堂 后来见到赵家大公子 和他们内部矛盾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跟老曾说了一遍 提到赵廷如的时候啊 老曾也非常奇怪 说一个普通人怎么会通过呐喊 就把人震晕了 特别还是赵司令这种人物 他有些想不明白 我笑了笑 说道 哼 别说你了 我一整晚都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赵家大公子赵廷如 都活了七八十岁了 还像一个半大小伙子的样 整个的风度翩翩 小姑娘见了 一准要被迷住 谁会想到 她已经是个新疆旧木的糟老头子 再说 以她的行为谈妥 处处行云流水 僵尸一眼就能看出来 赵廷如怎么看 怎么就觉得她是个人 还是人里面的强者 老曾宁眉苦思了半天 说道 你说赵廷如长得很白 甚至白的有点不正常 我点了点头 又补充一句 说道 你可能要怀疑赵廷如是失败 其实并不是这样 她的白非常独特 绝不是人死后的苍白 而是一种光滑的白 有点像一尊月光下的瓷器 简直就差能放光了 老曾站起来 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几圈 重复着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默默念叨着 像月光下的瓷器 瓷器 他突然扭头瞪着我说 赵廷如的样子 是不是跟明飞古墓中的御师 有些像 经老曾这么一提醒 我回忆起石棺中 明飞栩栩如生的样子 在对比昨夜月光下 浑身放光一样的 翩翩公子赵廷如 我突然觉得 这两人极为神死 虽说一个是活人 一个是百年老师 但他们肢体的某些地方 的确非常相像 老曾听我确定了 一拍巴掌说 这个赵廷如身上 绝对大有线索 咱们可以好好挖挖 挖出他的秘密 说不定就能牵涉到 明飞渔诗呢 我说 老曾 你可真是能异想天开啊 先不说赵廷如有多狡猾 咱们那点小心思 他还不一眼看穿呢 其次 赵廷如昨晚在赵家老宅 做的事 你也都看到了 一个呐喊 让执念长达八十多年的鬼 魂飞魂魄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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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魄� 青铜谷顶给描出来 再做相关专家查阅资料 这种东西如果有特殊背景 史料里说不定会有记载 老曾替我找来纸盒笔 我边话边说 把青铜顶的大概轮廓 和小的细节详详细细的 说给老曾听 我说完之后 老曾便用他那支生花妙笔 把那尊青铜顶给活生生的画了出来 真就是我昨晚上看到的那尊 老曾陈吟说 上城大人物 找赵老太爷到的墓 不要名非御师 也不要名非断计 却为了一句铜诗 这铜诗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再说回那尊青铜顶 从图上看去 的确是平平无极啊 只是一尊年代久远的青铜器而已 明朝的陪葬品 已经能做到非常精致了 墓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老曾的疑问 也恰恰是我的问题 我双手一摊 说我也不知道 老曾用相机 拍了手绘图的高清图片 给他相熟的考古专家 写了长而详细的电子邮件 我则坐在餐桌前 把老曾准备好的食物 一股脑吃了 老曾忙完过来 戳子上 已经只剩下傍晚西周了 老曾笑说 年轻人好胃口 就是要多吃 吃好了长身体 吃饱之后啊 我去房间里补觉 睡了一会儿 突然就觉得有人推我 我一半眯着眼睛 看到推我的人 是我师父李半仙 我懒他理他 继续睡觉 李半仙突然对我说了句话 说道 我已经告诫过你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要继续追查下去 前面很可怕的 傻小子 我一紧张就吓醒了 听到老曾正激动的 跟谁打电话 话里不时提到 青铜古顶的字眼 我听老曾说 你真知道这座古顶 后来老曾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猜是他一直在听对方说话 看来电话那头的那个人 对这青铜古顶了解得非常详细 否则不会对老曾说这么多话 这青铜古顶太神秘了 我忍不住一屁股坐下来 静止走到客厅 就看到老曾坐在沙发上 正边听电话 边在纸上记录着什么 我坐在他身边 顺便瞟了一眼 被画得乱七八糟的白纸 上面依次写了 龙生九子 楚王伐随这样的字眼 我看得莫名其妙 老曾见我过来了 就跟电话里那人 说了两句客套话 把电话给挂了 我问老曾说 找到线索了 老曾说 我一位朋友 是武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著名的楚文化研究学者 他看过图片和资料后 觉得这尊青铜鼎 跟楚武王雄通 生前非常喜欢的一尊青铜器 很相似 不过他还不能确定 这位佟教授 邀请我们去省城武汉一趟 他亲自跟我们交流沟通一下 说不定能碰撞出什么火花来 我一下子来了兴致 问老曾说 不是名非古墓里出土的东西吗 怎么又扯到楚国时代了 那得多遥远呢 老曾抽了口烟 望向窗外 显得异常惆怅 说道 唉 越深入这件事 我越觉得背后牵扯异常复杂 不但涉及一些阴阳术术 还贯穿历史朝代 这中间庞大的线索 令人心寒 却让我兴奋 我能预感到这一切背后的结果 必定是石破天惊的 小大师 你有没有从中嗅到历史的神秘味道